觀眾朋友們好 歡迎來到《會眼看中國》 我是甘露 8月31日早上 溫州龍港洪公路發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一輛灰色的蔚來汽車突然失控一樣 猛撞過來 直接把路邊停著的白色小車給撞飛了 還把一輛三輪車撞得四分五裂 當場報廢 現場一片狼藉 人員傷亡情況不詳 從現場監控視頻來看 蔚來車前部損毀嚴重 但安全氣囊並未打開 趙氏車主稱自己是20多年駕鄰的老司機 蔚來汽車的事故頻頻發生 每次都會把這家新勢力巨頭捲到輿論中心 進入2024年 蔚來更是陷入倒閉風波 新能源汽車賽道上 倒下的車企不計其數 在有些人看來 蔚來有可能成為其中的一個 原因是造車這麼多年 蔚來年年虧損 數據顯示 蔚來2023年總營收556.2億元 全年淨虧損高達211.5億元 虧損幅度同比大增45% 這是蔚來在2018年虧損233億元後 虧損金額再度回到200億元以上 根據統計 2016年至2023年 過去8年間 蔚來合計巨虧977.11億元 如此巨額的虧損在業內可能僅次於許家印的恆大汽車了 2018年至2023年上半年 恆大汽車五年半時間 合計巨虧1040億元人民幣 恆大汽車和蔚來堪稱造車新勢力兩大虧損王 最近 社交平台上有關蔚來將擴大財源20%至30% 和蔚來將要破產倒閉的傳言盛銷呈上 8月31日 蔚來法務部微信發布聲明稱 近日 網絡上突然出現蔚來宣布破產的虛假信息 隨後被大量惡意傳播 涉嫌嚴重違法 對此 公司已報警 蔚來連年虧損的原因主要是 它的汽車業務銷售不達預期 以及高投入有關 今年上半年 蔚來共交付新車87000萬輛 同比增長60% 不過 按照蔚來年初制定的今年23萬輛年目標來算 上半年僅完成了38% 也就是說 如果今年想要達成目標 下半年月均需交付23000輛 這顯然不是一件輕鬆的事 從目前來看 2024年公司繼續虧損 已沒有懸念 蔚來似乎陷入了賣的越多 虧的越多的怪圈 截止2023年 蔚來汽車的累計交付銷量近50萬台 每賣出一輛車 平均要虧損14萬元人民幣 過去幾年中 蔚來在研發領域的投入已超過430億元 2023年 蔚來汽車研發費用為134.3億元 同比增長23.9% 同時 蔚來的期間費用也在大幅增長 其銷售及分銷成本達到128.8億元 同比增長22.3% 除了以上因素影響之外 當下新能源車企競爭日趨激烈 比如在價格方面上 隨著市場上電動汽車品牌和車型的增多 價格競爭變得更加激烈 為了吸引消費者 很多車企只能採取降價策略 持續大幅度降價 會壓縮企業利潤空間 不降價就意味著銷售的停滯 實際上 蔚來造車之路頗為波折 2019年蔚來遭遇生死危機 一度資金鏈非常緊張 公司賬上的資金甚至已經不夠給員工發放下個月工資了 卻不知道該從哪弄錢 外界盛傳距離破產倒閉僅一步之遙 未來董事長兼CEO李斌也被媒體冠喜 2019年最慘的人 2020年就在未來資金鏈幾乎斷裂之際 當地政府立即為其注資70億元獲得了24.1%的股份 一家國有銀行又主導一批貸款機構 向其授信104億元 不過 官方補貼或許在短期內有助刺激消費 對於行業長期發展卻可能潛藏風險 如今4年過去了 未來再一次陷入破產倒閉的風波之中 業績連年虧損不斷燒錢 未來資金壓力重重 也嘗試通過財源降本增效 去年11月 未來汽車創始人李斌發布全員信 宣布將減少10%左右的崗位 引發外界對其經營狀況的擔憂 之後不久 一位自稱在未來工作了5年半的老員工 在社媒上發長文表示 自己為了保住工作 花了60萬元購買了兩輛未來汽車 但不料還是被採 他上有老 下有小 每月還要背負1萬多元的車貸 生活無望 而且不光是他 80%左右的員工都被明示或暗示過 不買未來的車 工作就會不保 該員工還表示 不僅自己購買了兩台未來ET5 他甚至為了自己職位的穩定 推薦給身邊很多親朋好友買了幾十輛車 他自嘲說 自己一個搞技術的人快變成兼職銷售了 得不到保障 這則未來良心何在的控訴發布後 一時間就引起了廣泛的討論 網友紛紛留言說 以前一直搞不懂 未來都是什麼人在買 現在明白了 未來原來招的不是員工 是客戶啊 不買車就被採這件事已經很過分了 沒想到貸款買兩輛本廠品牌車 還是被裁員 車企這個格局 不倒閉才怪 當時 未來汽車總裁秦力宏 也不得不親自站出來回應稱 未來汽車不會倒閉 也絕無倒閉的可能 請大家放心的體驗和購買未來的汽車 但這樣的回應 似乎很難打消外界的疑慮 作為高端豪華品牌 未來車輛售價非常高 甚至超出寶馬 奔驰 奧迪 但每輛車還虧損如此之多 主要是因為 未來太能燒錢了 未來的業務鏈鋪得很廣 不僅造車 未來汽車還自主研發芯片 未來已經組建了一個超過800人的芯片研發團隊 但是芯片研發無疑也是比較燒錢的 另外 未來汽車還造手機 未來手機定位偏向是車鑰匙或者車遙控 但是可以預見的是 銷量不會樂觀 除了造手機 造芯片之外 未來還有造電池 造換電站等項目 這就相當於同時點燃了四個巨型火爐 每一秒都在網裡砸錢 這種只開懸不節流的操作 造成巨額虧損就是必然 中國新能源車市場競爭激烈 價格戰從去年延續到今年 許多車企以低價策略搶佔市場份額 導致行業內捲現象嚴重 價格戰也讓不少車企被淘汰出局 包括威馬 高河 河創等 去年 曾位列造車新勢力 四小龍之一的威馬汽車宣布破產 全國銷售服務中心相繼關閉 11萬車主的售後服務成問題 威馬汽車曾與未來小盆齊名 一度位列造車新勢力第一梯隊 2018年威馬汽車交付量位列行業第二 2019年威馬汽車依然穩坐造車新勢力榜首 銷量一度追平甚至超越未來小盆理想 2020年威馬汽車累計銷量達2.24萬輛 依然位列造車新勢力第四 而自2022年下半年以來 威馬汽車頻頻被爆出降薪 停產 總部大樓租金拖欠 經銷商大規模撤離等負面消息 除了破產等嚴重的財務問題 威馬汽車還面臨管理層信任危機 據悉 威馬汽車內部多名高管因涉嫌合同詐騙 國有資產流失 職務侵占等經濟犯罪 被有關部門調查控制 其中包括威馬汽車多家公司法人 最終 威馬於2023年申請破產重組 威馬公司破產也讓用戶受害 例如威馬汽車的破產 導致車主面臨一系列問題 如無法使用專屬的車用APP 車機系統無法正常運作 售後服務缺乏支持 導致車輛維修和保養困難 甚至電池更換協議無法履行 這些都使得車主的權益受到嚴重影響 另一家電動車企業高河汽車 在今年2月18日宣布停工停產6個月 8月9日 高河汽車通過發布公告 宣布已正式進入司法域重整階段 即正式破產前的庭外債務重組 在國內造車新勢力車企中 高河汽車曾經被稱為最貴的國產純電動車 旗下在售的三款車型中 最便宜的車企售價也將近34萬了 最貴的售價更是高達80萬元 近半年 數次傳出有車企將接手高河汽車 這當中有中國一汽 長安汽車 阿維塔 力凡科技等 業內人士透露 有5到10家企業與高河汽車進行了深入談判 但最終都未能成功 近日 高河申請破產的話題引發熱議 精通盛市投資有限公司創始人 財經博主武漢劉振濤發博文感嘆 這個公司的車造得很漂亮 曾經是造車勢力第一陣營的 當年好像也是賈月亭的夥伴 如今率先倒下 下一個倒下的是誰 除了威馬 高河 最近合創汽車也被爆出撐不下去了 車主們感到極度失望 雲南的張先生去年6月滿懷期待地購買了一輛高配版的合創Z03 然而今年8月 他的車機系統突然出現故障 車輛進入了單踏板模式 駕駛變得異常困難 張先生第一時間聯繫了當時的銷售人員 卻得知對方早已離職 無奈之下 他只能求助於當地的4S店 但發現門店已經撤走 售後服務也完全停擺 張先生的經歷只是冰山一角 更多的合創車主正在經歷同樣的困境 這讓合創車主們非常焦慮 究竟發生了什麼 合創汽車是否面臨倒閉的危機 合創汽車也曾是新能源汽車市場的一匹黑馬 2018年合創汽車高調登場 打出科技豪華的戰略口號 迅速吸引了大眾的關注 似乎有志與特斯拉一較高下 然而 這匹黑馬未能持續奔跑 2022年合創汽車的年銷量僅勉強突破1萬輛 2023年也不過1萬多輛 合創汽車的銷售一直不見起色 目前 合創內部管理問題頻發 今年4月 有員工在網上爆料稱 當月只發放了基本工資 績效工資遲遲未見 甚至開始擔心能否按時領到工資 從監管角度來看 合創的困境或許也暴露了新能源汽車行業 在快速擴張過程中存在的監管漏洞 近年來 新能源汽車市場發展迅速 許多新興企業紛紛湧入 然而 市場競爭的加劇也帶來了許多問題 如產品質量層次不齊 售後服務不到位等 今年6月的中國汽車重慶論壇上 吉利控股集團董事長李舒福談到近2年來 中國車市激烈的價格戰問題時說 中國汽車工業的內捲程度全球第一 李舒福警告 任何產業的健康發展 都必須表現在投入產出比方面實現較好的經濟效益 而內捲和價格戰造成的結果就是偷工減料 造假售價 不合規的無序競爭 李舒福也對中國快速發展的電動汽車行業進行了反思 他認為 傳統內燃機汽車經過100多年的持續進步 其安全技術已經在實踐中得到了反覆驗證 而電動汽車還沒有經歷這個階段 存在許多不確定性 無論是續航里程焦慮 自然風險挑戰 高壓漏電風險 基礎設施配套 還是保險費率上漲 殘值較低等 與傳統內燃機汽車相比 存在許多可改善的空間 從中國新能源車企的各種困境可以看出 大洗牌時代已經來臨了 中國的汽車品牌現在太多了 任何一個發達國家都沒有這麼多汽車品牌 比如美國 就是福特 通用 克萊斯勒 克斯拉等 2018年 華爾街日報稱 中國電動車製造商已經超過了487家 但到了2023年 有數據顯示 能正常經營的新能源車企僅剩下40多家 粗略計算 在短短5年時間 有超過400家新能源汽車企業消失 根據商業研究公司Mark Lens統計的數據 中國目前大約擁有50個國產電動汽車品牌 它們生產純電動汽車和插電式混合動力汽車 預計今年整個產業還將面臨殘酷的重組 最後只有為數不多的品牌能夠存活下來 華為常務董事余晨東曾在直播中透露 未來中國新能源汽車行業能夠活下去的主力玩家 不會超過5家 而華為則是能夠幫助車企們活下去的巨頭 小鵬汽車CEO何小鵬也曾表示 從銷量上看 在中國能夠存活可能最低的數字 會是300萬輛一年的規模 下一個10年 主流汽車公司只會有8家 根據全球汽車產業趨勢顧問公司 鄧恩洞察網站提供的數據顯示 除了在中國製造和銷售的外國汽車廠商 最近幾年的銷量大幅下跌 中國電動車廠也幾乎沒有幾家是賺錢的 在產能巨大 國內消化不了的情形下 外銷就成為新能源汽車的另一條賽道 中國的汽車出口量在短短3年內增長了近4倍 2023年達到約500萬輛 這在一定程度上引發了美國和歐洲的擔憂 西方國家認為 中國的汽車產業補貼是以低價為手段的非公平競爭 並指責中國憑藉成本優勢向全球傾銷廉價產品 今年5月 美國拜登政府針對中國電動車的關稅 自25%提高到100% 歐盟也自7月起對中國電動車實施37.6%的懲罰性關稅 今年8月26日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在內閣會議上表示 中國在國際市場上製造不公平優勢 因此 加國將對中國製造的電動車征收100%的關稅 另外 還將針對鋼鐵機率征收25%關稅 新的關稅將自今年10月1日開始征收 一名加拿大政府官員透露 該項規定適用於從中國發貨的所有電動車 其中也包括特斯拉製造的電動車 中國許多專業人士對中國和美歐貿易關係的現狀感到絕望 臺灣大學經濟系教授樊佳忠近日對境外媒體表示 其實外界很難理解 為什麼中共當局它要推出這種補貼 低價傾銷 損人不利己的政策 這種做法很容易惡化中國跟其他國家的貿易關係 造成很多的貿易上的阻礙 歐美如果採取報復手段 中國又照慣例要報復回去 就陷入一個惡性循環 這個惡性循環對中國現在很不好的景氣 會是雪上加霜 好 以上就是這期節目的所有內容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讚留言並展發 還有 一定要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期再見